时光清浅 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墨子诗 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一个人最大的内耗 太着急 作者 逍遥子 让我们一起来听 作家于华曾说 精神内耗 说通俗点 就是自己内心的戏太多了 人生充满着变数 我们总在不断竞争和奔波 用不停息地忙碌着 其实日子并没有那么难 生活的压力恰恰是源于自己 一个人太过急切 往往是与愿违 从而消耗自己 学会放缓脚步 放松心态 踏实而从容 生活才有深度 一个人的生活是随自己的节奏而动 生活繁华而节奏加快 事物更新 欲望便生长 迫切想要达到自己的高目的 便快步行走 欲速则不达 而难以 抵达终点 屈原是我们深知的一位爱国诗人 可他最终的归宿 不禁令人哀叹 当时 楚国正处于危急时刻 军队屡战屡败 君主昏庸 国力衰落 屈原虽出生世家 可自小在民间长大 深安民间疾苦 于是 他立马参与国家的变革 迫切想让楚国走出泥潭 他的心急 令他乱了阵脚 使得变法并未得到认可 还被免去关职 在失落与失望之际 他又一次提出改革建议 急切想让楚国死而复生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他越发焦躁 心烦意乱 最终国未能救 他也抑郁而终 王阳明曾说 日间功夫 绝纷扰则静坐 绝懒看书 则且看书 事意因病而要 很多时候 人费尽心力 却求之不得 内心满是愤闷与失望 反复以往 日日焦虑不安 精神内耗 感叹生活之痛 痛斥命运不公 殊不知 一味的求快 如同拔苗助长 既难达到成效 又伤及了自身 其实 人的压力 大部分来源于自己 因果循环 咎由自取 太过着急 是一场内耗 精神空虚 内心失落 忘却了自己的真正心声 也忽视了生活的美好 你可以努力 但千万不要着急 凡事不必太用力 心静而安 想开点 看开点 人生总有一条路 同向明朗 二 一味的心急 诸事不顺 《道德经》中告诉我们 骑者不利 跨者不行 一个人想要踮起脚尖 在更高处 反而站不稳 想要大跨步向前进时 反而走不远 俗世间 事物自有规律 智者顺应规则 随世人变化 做人做事 须一步一印记 森格林沁这样一位 优秀的将领 在战场屡屡失误 最后 惨遭斩杀 正是因为 他急于作战 轻敌冒动 当时 清军和碾军作战 辗转到了河南 碾军没有选择 与之硬碰硬 而是在驻扎军地 修筑勾垒 可森格林沁 带领的清军 没有丝毫修正 也不顾守待员 在毫无准备之下 他兵分三路 火急火燎地发动进攻 结果遭到年军 从侧方偷袭 损失惨重 而此前 朝廷曾多次告诫 森格林沁 不要太过心急 而忙于追击 可他仍旧贸然行动 想一击攻破年军 没想到 年军有敌深入 回马一枪 将森格林沁的 三千先锋军 全权歼灭 弟子归有言 事物忙 忙多错 事要成 须先谋 一件事的成功 离不开万事俱备 贪图一时之快 就会思虑不周 看不清局势 便不明真相 欲是罪记及于求成 一旦心急 心粗 气服 便乱了分寸 酿成大火 能够沉着镇顶 不慌不忙 缓缓执行 则事事妥当 稳住自身 先思后行 凡事应先多思考 眼光放远 耳听八方 在时间中打磨 终能柳暗花明 王阳明曾说 种树者 必赔其根 种德者 必养其心 想要种树 需滋养根部 想要成才 需锤炼自我 诚如山峰 并不是一步 就能登顶 抵达大海尽头的天际 也需要乘风破浪 一步登天式幻想 循序渐进 才是人生常态 年轻时的曾国藩 可以说是又慢又笨 一篇文章 十遍百遍之后 依旧没能背诵下来 就连闯入他家的小偷 都不禁扬言道 就你这个脑子 还是不要读书了 而曾国藩自知自己 并非是聪明人 明白读书做事 不求洁净 需循序渐进 扎实稳妥 一句话读懂了 才接着往下读 一本书读完了 才拿出下一本 每日任务完成了 才去睡觉 而他的仕途之路 从秀才 举人 近视 步步紧实 从未有投机取巧 日积月累之下 结出成熟的见解 和远大的见识 这使他一生 出将入相 人生璀璨 功成名就 诚如曾国藩所说的 凡事皆用 困之免行功夫 不可求名太昼 求孝太节也 沉稳是一种态度 沉淀是一种格局 三年数一品 十年磨一剑 成人成才 需要耗费精力与时日 人活一世 多积累 多沉淀 才能厚积薄发 若是越要享有所成 越是急不得 好比饮茶 大口猛贯 虽能解渴 却会错过了 他的唇厚芬芳 做人做事 且慢你拍 慢而有为 才是人生的真谛 找回自己的节奏 行自己的路 跃自己的山 经营好当下 才能过得安逸 毕书敏 曾写过一句话 凡是自然的东西 都是缓慢的 太阳缓缓而生 花儿随时结而开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节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 我们无需与他人比较 只管走自己的路 绽放自己的花 享受慢节奏 在不服不造 不急不许中 让心静下来 让生活得以自在 欢快 亲爱的朋友们 往后余生 愿你我都能在漫长岁月中 细水长流 缓缓行走 保持一颗平常心 去过更加舒适 而美好的人生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